如果斜向碰撞的过程 两颗球质量是相等的 像底下这个图 这个A球 这个B球 两颗球质量都是M 可是A球如果原本速度等于V1 而B球原本是静止 所以B球的速度V2等于0 碰撞以后 如果A球往右上的方向 这是A球碰撞速度 如果变成U1 而B球碰撞 则是往右下的方向 如果B球速度变成U2 因为碰撞过程遵守动量守恒 所以碰撞前的总动量 等于碰撞后总动量 所以在碰撞过程 P1会等于P1'加上P2' 而同时因为三者向量的关系 因此P1 P1'和P2'它们可以围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 所以如果A球的速度V1原本是向右 所以A最初的动量 P1是这个向右的方向 而碰撞以后 A球往右上 如果和原来的入射方向 这个夹角是C1' 则A球运动方向是往右上的方向 这个动量是P1' 而B球则是往右下的方向 同时B球和最初A球入射方向 这个夹角如果C2' 则因为B球往右下 所以右下的方向 这个是B球的方向 所以B球动量 这个大小是P2' 所以写成动量的关系 本来P1会等于P1' 加上P2' 我们以速度的形式来表示 于是M乘以V1 会等于M乘以UE 加上M乘以U2 因为每一项质量都相同 所以我们把质量M约掉 所以V1会等于UE 加上U2 而从动能的关系 因为碰撞前的总动能 2分之1M乘以V1的平方 2分之1MV2的平方 等于碰撞 等于碰撞以后 2分之1MU1的平方 加2分之1MU2的平方 而因为小M跟大M相等 所以每一项质量相等 我们把M约掉 每一项都有2分之1 我们把2分之1约掉 同时 同时因为最初V2等于0 所以V2这一项这个也是0 所以就可以得到V1的平方 等于U1的平方 加上U2的平方 所以利用动能守恒 我们可以得到V1平方 等于U1平方 加U2平方 可是从速度的关系 因为V1的方向 原本水平的方向 这个是V1 而U1是往右上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U1 U2则是往右下的方向 这个是U2 因为V1平方 等于U1平方 加U2平方 所以这个是必识定理的形式 所以表示 U1和U2 这两个是垂直90度 所以A碰撞以后 速度的方向 和原来路设方向 这个夹角是θ1 而B碰撞以后 和原来路设方向 这个夹角θ2 因为上面这个9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θ1加θ2会等于90度 也就是 也就是 碰撞以后 A球跟B球 它们散射的方向 会互相乘90度的夹角 所以从角度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得到 如果最初A球的速度 V1是已知 则U1会等于V1乘上θ1的零边 乘cosθ1 而U2 则是等于斜边V1 乘上U2是在θ1的对边 所以乘以sinθ1 所以可以利用三角形的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从角度 可以直接知道 碰撞以后 A球的速度 以及B球的速度 这当A球与B球 质量相等 而且B球是禁止 两球发生斜向弹性碰撞 则这时候 两球碰撞以后 散射的角度会乘90度 所以这也算是 斜向碰撞的特例 B球的速度